118,《文匯報》三次會考得一分苦讀中城工程師創務員報公大言 他如此都溫書或碩士以挑戰博士課程 2015年7月14日新聞透視眼A26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黎文,文憑事明天放榜,肯定又有大批失意考生會徬徨無助 但王國長的成長故事,絕對值得他們借驚 三次會考都只得一分,無法考入大學 他索性投身社會,由報讀工大的遙拒課程 由文憑讀起,期間他試過連續四天不眠不休超時工作及溫習 有時連如此都納簡而來,如十年的努力中換來回報 今日的他成功取得工程管理工程學碩士之力 並在資訊科技公司擔任高級系統工程師 由倉務員變身成為專業人士 未來更易挑戰博士課程 毅力驚人 現年32歲的王國長Rudy 於2001年考首次會考 換來一分的成績單 八科只得數學合格 分數太低 不乎在校重讀的資格 加上要幫補加計 他改以自修生身份重讀 為兩次從考軍原地踏步 Rudy 最開始在工大修讀 遙距民憑課程 一邊兼顧工作 其實他一直只把讀書時作水拋 直至某次在課倉工作期間 有大型貨物從高處序下差點壓中他 當時想 自己是否想一輩子到做體力勞動且充滿危險的工作呢? 這才萌生發奮讀書的念頭 之後一口氣報讀工大研拒通識教育夫學士 再涵接電腦工程理學士 逐粒自查字典增通頂四天由於學術底子欠佳 Rudy 坦然聲讀學士後倍感壓力 看英文贊社的學術文章時 差不多逐隻自查字典 他只有把重點致詞和句子多看幾篇 使之日腦 他由善用如此時間 帶同數學不記溫習 半功讀的他 不時要超時工作 在於晚上十一二時下班後想要他課程 為最想學習進度 試過連續四天不眠不休超時工作和溫習 早對資訊科技充滿興趣的他 在讀副學士時已選收不少相關的學分 故未畢業以獲僱主聘用 增分別在學校和資訊科技公司 從事資訊科技支援工作 及後他在修讀工程學碩士 以於去年畢業 現時在資訊科技公司從事高級系統工程師 免後輩 堅持不棄中成功十多年來不斷努力進修 Rudy未來要繼續挑戰自己 目標在兩年後升讀博士 再學歷更上一層樓 並將知識學以致用 正考慮研究如何將電腦系統融合公司文化 以改善公司電腦系統運作 Rudy勉勵應介民憑試考生 只要肯堅持不放棄 最終都會步向成功 機迷 考時當遊戲關卡過關 現年二十四歲的劉耀維 是另一個咸魚翻生的例子 他中學時以無心向學 2009年會考零分 步考六科只應考了三科 連成績單也懶得去哪 一直憧憬畢業後 工作賺錢的他如願意償 曾做過廚師、裝修 不久以捱不下去 後聽朋友建議報讀了毅進課程 由於不想再做基層工作 他開始努力讀書 先後修不會計學高級文憑 及公開大學的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 今年順利畢業 喜歡打機的他笑言 將學業上的功課 考試視為遊戲關卡 盼自己能不斷過關 未來招會計師目標進發